如果一直向火山内倒垃圾,会发生什么? 这里是知识TNT 众所周知,火山喷发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灾难之一 喷涌而出的高温岩浆可以破坏一切事物 好像无论把什么东西放入里面 高温都会让它在眨眼间灰飞烟灭 有些人觉得火山就像是一个天然的焚烧炉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它来处理垃圾呢? 虽然这种想法有一定的实践性 但我们要知道,想要爬上一座火山是非常困难的 目前还没有一种方便的运输工具 可以有效的把垃圾运到火山口旁边 其实火山的状态非常不稳定 真的想要利用它的话 首先要找到一座处在活跃状态的火山 在世界上大约有1500座潜在活火山 可十大多数都远离城市 这就意味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 先把垃圾运到那里 举一个例子来说 美国每年就会产生2.54亿吨垃圾 要想把这些垃圾运到火山顶上 光算运费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了 而且就算好不容易把垃圾搬运到火山口 你以为就一了百了了吗 在挑选火山的时候 还要确保那是一座盾状火山 需要拥有标志性的熔岩壶 因为它内部的岩浆会慢慢的喷发 可以方便向里面倾倒垃圾 但是这种火山并不常见 自然中最常见的还是富士火山 它的内部含有大量的熔岩和热气 会在里面聚集并产生巨大的压力 而且时不时还会岩浆爆发 这样看来还是温和的盾状火山更加安全 但每个火山口里都充满着毒气 和滚烫的飞溅性岩石 所以在火山口工作的人们 会面对非常恶劣的工作环境 如果都克服了这些困难 我们还是不能随意把垃圾倒进火山 因为早在2002年 埃塞俄比亚的研究人员就做了类似的实验 他们把一袋30公斤重的垃圾丢进了火山里 但是几秒钟后 里面的熔岩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由于垃圾的温度相对于火山来说实在是太冷了 接触它的岩浆温度会迅速降低 导致了熔岩壶发生连锁反应 最终使内部的压力升高 酸性气体发生喷发而引起爆炸 除此之外 曾经还有一块巨石落入了夏威夷熔岩壶里 由于连锁反应 火山里的岩浆喷到了85米的高空 所以如果贸然将垃圾丢进火山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造成火山喷发 而且很多垃圾在焚烧时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气体 比如二氧化硫和一氧化氮 它们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 有些垃圾的材料还无法被火山分解 像核废料和重金属 它们会沉积在火山的熔岩壶里 随着下一次岩浆的喷发 污染周围的生态环境 所以熔岩壶显然不能用来随便处理垃圾 总结一下来说 如果想要往火山里倾倒垃圾的话 除了要面对高昂的运费 恶劣的工作环境 还有随时都会爆炸的危险 看来人们要处理垃圾 想依靠能焚烧一切的火山还是行不通的 好了 支持TNT已经耗尽